OK你们要有一点时间那个稍微整理一下 并且也顺便用那个 Anova模组 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个怎么用Anova模组去重现 回归分线 那Anova模组可以直接用这个 这两个有点差异 等一下我看看 这个OneWay Anova是比较简单的版本 你们用这个第二个 这个会比较像是那个 跟那个回归模型的选单比较像 因为它提供的功能比较多 你们就用这个Anova模组下的这个Anova去重现 这个去重现用回归模型模组做出来的 OK这个就是可重置统计的最大的意义 等级资料的比较少 那个只要讲一下回归式 因为等级资料它的单纯 就是只能够看那个组织间 有没有那个 它的变异有没有够 是不是有存在足够明显的差异 并且它的回归是跟 只是跟那个 跟那个 刚刚刚刚刚刚讲的这个连续 尺度的版本 只有那个 只有这个 一变向尺度的差异而已 然后你们用这个Anova的时候 用这个Anova模组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 另外那个5亩数的等一下再说 这样就能够看 直到我 也认为 那是 有点 无论 努力 但是 努力